大家好,我是Kathy 今天帶大家來Diaka瓦格酒店 先來到位於三樓大堂 進行Check-in手續,裝修風格以工業風為主 有大量梳化座位和藝術擺設 適合早到時欣賞一下 拿到房卡後,就直接前往今次住的房間 Hello,歡迎,請入禮 第六次的香港Staycation 帶大家來到黃竹坑最新開的Diaka瓦格酒店 這次我們直接透過官網去預訂這間房間 我們這間叫海景房 包早餐兩位八百八十元 這裡也有幾款房型 山景房、海景房和套房 也是一間寵物友善的酒店 適合一群主人 事不宜遲,我們先來一個屋外覽 我們住的房間其實不算美房 但這裡的房間相對少一些 你看這裡一層都應該不超過十間房 我們看看mini bar的部分 但它的工具也挺齊備的 有一些咖啡杯 有兩個酒杯 還有普通的杯 有兩瓶的水 也可以自己煲水 這個就比較小一點 只有0.8L 然後還有咖啡機 這是一個膠囊咖啡機 你喜歡喝就放些膠囊咖啡 下面就介紹這個櫃給大家 首先有一個冰箱 冰箱也沒有任何東西在裡面 這裡有三個櫃桶 有奶、咖啡、餐具 平常都很少會看到 酒店會提供這麼充滿的餐具 因為它有一些套餐 可以點上去房間吃 這個兩個的碟 不過我們覺得 進門口這個位置 始終有點窄 因為一般 一進門口就馬上有一個mini bar 但我們覺得都OK 再需要少量俱全 其實都夠了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進去我們廁所 去看一下 你看到廁所是非常之大 這個空間都 你只要這樣關掉就能關掉了 不過我不關掉了 因為我現在做Womb Tour 好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 就是那個星盤 不過我剛才 這個星盤好像有少少未洗得很乾淨 這個有點污漬 不過應該都OK的 後面就有些毛巾 你就可以自己使用 下面也還有些毛巾 你也可以自己去使用 好 然後進來這邊一邊 這個位置就有洗澡的地方 這個應該是可以放東西 但就不是給你去坐下 因為這個板比較小 另外它這裡就是環保一點的 不會用一些積氣的那些 全部就是用這些refill的套裝 我覺得都OK 還有它有它自己的logo在裡面 這裡有兩款 一個就是淋雨色的 另一個就是一般的花灑色的 它這個關起來 門就是波浪型的 那就是這樣 OK 然後介紹一些鼻品 這裡就是它一些用品 不過我發現原來它沒有梳 不過我今天也沒有帶梳 但是算了不要緊 因為它這裡提供都是基本的 就是牙刷牙膏都會齊備的 肉帽、橡筋、卸妝棉、棉花棒 都很適合用的 你會選擇 那廁所就是這裡 然後呢 就去到我們的重頭器 不是 重頭器之前還要介紹一下 就是這裡有一塊鏡 看到嗎? 都很大塊 你看到整個人 下地 相比廁所塊 這塊就更加給女生用 是很方便的 而且它擺行李的空間 都算挺足夠的 你看到這個大塊 就被你扔開一個行李 就可以用 下面有一些櫃 這個隔板也搞笑 這樣揭開 也是正常的規格 它這個位置就另一個衣櫃 如果你不想看到它 這樣關起來就看不到 那你用的話就揭開就可以了 那這裡有些烏衣板 烏豆 然後有超級多的衣甲給你用 也有兩對拖鞋 可以使用 另外一邊還有一個衣櫃區 我覺得可以用來打卡 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它這個位置沒有掛 這些是臨心事介紹完 之後呢 就介紹我們的重點 就是我們這間開景房 真的超級漂亮 超級大 好大張床 真的很漂亮 還有它上面的圖騰 我覺得都挺好看的 就是它好像外國那些 很多都是會放一個尾 有一個圖騰的東西 在這裡 就漂亮一點 就是它相比一般白痴痴的 這個就真的是那個標誌 還有它床真的很闊很闊 我就覺得它會窄一點 長度短一點 但是它就闊一點 床頭櫃的配置就是這樣的 一張小茶几機和板 擺放了紙筆和文卡 房間電話和插頭 然後就看看海景了 就是看著深灣遊艇會和珍寶海鮮房 嚴格來說 我自己覺得就不是全海景 但是我上網看的時候 其實它的圖片已經展示了 大概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都OK的 如果這樣一半看到流景 一半看到海景都可以 最後這個位置我覺得都挺貼心的 這個是鏡來的 那女生化妝很需要 就是對著天然光去化妝 就最漂亮這樣 有一些信封 有些信紙 你可以寫東西 另外這裡就有些插頭 有USB 有一些一般的三腳插頭 還有有一條網線好像 有一條網線 有一條上網的網線 總括而言都覺得 這間房間是定位 是行工業風的風格 我們兩個都覺得 其實它行一種比較簡約 家居的感覺 所以都是好新好美的 也都沒有說很老套的情況 完全沒有這件事 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儲存空間 這裡有多好 也真的很舊 你帶無論多少行李 應該都舊擺 我們wom tour完之後 晚一點就會去這間酒店 其中一個最著名的景點 就是Infinity Pool 摩邊際泳池 我們稍後帶大家上去看一看 轉眼間就來到位於R層的泳池 Aka Sky 泳池可以跳望深灣和鴨尼洲市區 配合無邊際泳池 在這裡無論游泳或打卡都很適合 泳池裝修以自然 度假為設計靈感 下面也有綠色植物牆 上深月木非常舒適 泳池也設有沙灘椅 讓大家上岸休息時坐塔睡覺 泳池的面積不算大 大約容納10人左右 雅夢時更需要排隊輪候 說了這麼多,是時候要下水了 雖然是無邊際泳池 但為了安全起見 亦以玻璃和不鏽鋼連接泳池邊 但個人覺得都可以接受 因為每位賓客閒事1小時 所以全程都是瘋狂游泳 雖然很累,但也很享受 在無邊際泳池游泳飽浪美景 再加上平日不算太多人 真是一大享受 趁她游泳時 我把時間上岸休息 鋪條毛巾就躺在沙灘異道 享受陽光和自然風 好久都沒試過讓自己這麼舒服地休息 我們剛剛去游泳 結束後 現在來到銅鑼灣的熊本燒肉 就是她介紹的燒肉刺身房台 落單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用iPad 用這個iPad 你喜歡一 necessarily 有很多選擇 跳牠那幾款 自己下單可以 不用經驗工作 然後剛剛follower了 的ig 今天會給我們,一人和一種 外面有导物 外面的櫃儲自己補套就可以了 forsurn 第一個當然是吃燒扇貝 燒扇貝的味道和口感都很正常 肉質飽滿,完全沒有中腹位 另外有肉脂燒,刺身 清酒煮蜆 這個真的很好吃,一碗已經有超多蜆肉 肉質飽滿,最少3次 另外這個蟹枝薯蓉沙律都很棒 所有材料都很新鮮,很好吃 另外有鰻魚飯,一碗白飯和鰻魚 另一個就是明門卷豬骨湯烏冬 這個真的很好吃,湯底濃,和烏冬煮得剛剛好 我們都點了幾款肉類 但其實什麼都不太記得,總之很好吃 也有肥牛,牛拍葉等等可以點 豉肉可以蘸完先餐廳給的燒汁,辣醬和豉油 我們不客氣要開動了 最後以甜品作結,熬了棉花糖,泡芙和朱古力 還有兩杯黑格達,雪糕 最後埋單人均消費328元 我們現在正在去這個白樓 它的健身房間是開24小時的 即是先到才行 所以我們就看看設施是怎樣的 現在到了,我們先去看看 來到位於白樓的阿卡フィット 健身室內部就是這樣 而簡約現代配合藍色燈光 營造一種型格又舒適的健身環境 有毛巾供應、飲水杯 飲水機是得冰水提供 也有一個小雪櫃 設施包括搭步機、健身單車、健身器材 也有幾張躺椅給你使用旁邊的啞鈴 瑜伽球 旁邊的櫃放了瑜伽箭 也有Boxing的沙袋 拳擊手套可以使用 趁雲用的時候 就來一場Boxing Battle 其實沒什麼技巧 只是瘋狂地打 我便懶著地打 而它便出盡全力打 大家看看 我現在試試這部搭步機 這個位置可以測心跳 如果放在這裏便是普通的 按高 開始 同樣 這個位置有些 Netflix YouTube IG Facebook 你們看 TV都可以 我的Heartbeat是107 我覺得大學有讀過 所以我會記得這些機器大概怎樣用 因為當時要考試 所以更加記得是怎樣用 同場佳英舉啞鈴的畫面 其實健身室提供的啞鈴 重量選擇真的非常多 由最輕迷你的啞鈴到最重都有 大家按自己能力選擇 做了一個小時的運動都累了 最後以一杯冰水作結 Hello大家好 現在是早上大概9點的時間 我們下來了三樓 Check in的位置 吃這個早餐 食物選擇 不算有很多 就是兩排 就是飲食 然後熱的食物 全部都齊 食物質素都ok 想要的都有齊 我們現在就先吃了 先入眼簾的是沙律區 供應乳樂 芝士 水果 火腿 沙律菜等等的輕食 旁邊有三款穀物做餐選擇 飲品有牛奶和橙汁 亦有一部咖啡機 有幾款果醬 包括白麵包 全麥麵包 牛角包等等 熱食包括 薯角 煙肉 茄汁豆 炒滑蛋 推介這個炒滑蛋超好吃 一定要Encore 另外有肉腸 魚柳 炒麵 腸粉 幾款茶包可以選擇 我不客氣了 值得一讚的是 餐廳供應的碟 採用正方形設計 相比一般圓形的大碟 更折散場面的空間 而且對於完美主義者的我來說 擺盤整整齊齊 絕對加分 個人非常喜歡這碟 希望未來更多的酒店都會提供 另外用碗白粥配肉鬆 可見煮得超綿 甚至比平時家中自己煮的更好吃 所以我疑惑不暑就立即享受 如果不是要流肚的關係 我一定會多吃一碗 下一個是黑白配朱古力 配圓微波波米 焗類早餐 正常發揮 不過這碗的波波米沒有什麼味道 都適合小朋友吃 早餐最後以羽樂、水果、沙律作為結束 而這裡的洗手間也是一帶特色 長身以麻雀為設計主題 有沒有人想打圈的感覺 洗手間以復古為設計主題 非常舒適、有型 洗漱液和客房供應一樣 吃完早餐,來到三樓的戶外空間 戶外空間是望南港島線 擺放了大量植物擺設 以及各款的梳化座位 這裡也是寵物友善空間 對著這麼漂亮的海徑 就跟大家在這裡做一個結尾 這次在Diaka亞格酒店的Staycation 來到這裡 這次我們整體都很滿意度假 服務也很好,食物也很好,房間也很好 最重要是看到一個很大的海徑 是非常舒服的 有一種放鬆身心的感覺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就記得留言、讚、讚、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見,拜拜 拜拜